好 再来看到这部电影呢 堪称了这个金马大赢家 这次呢 爸妈不在家 制作成本呢 只有1500万 但小兵立大功呢 成为首部 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变的新加坡电影 那么导演呢 陈哲义也说了 他从小其实是导演李安为偶像 拍片经历其实呢 也和李安如出一彻 他和妻子因为工作关系分隔两地 他在新加坡 那么妻子是在英国伦敦念书 那么一边念书也要一边赚钱 所以他笑说妻子已经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柱 而且呢 这飞机票很贵 他一年其实也难得去伦敦看一次他 那么因此呢 他认为自己呢 就好像年轻时李安的范本